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列席的官员,我先请部长,张部长。 主席,主席。 请张部长。 部长好,那个政务人员退职服务条例,你们的修正,其中一个重点是不是要把现任政务人员过去的军公教的常任文官的年职要寄进去退职的年职计算,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的考虑是怎么样? 倒过来,倒过来,是什么这个,计算到公务人员,计算到公务人员,现在我们就是政务人员。 你现在政务人员的联制记录,是公务人员的联制记录公务人员的退休,那这个样子差别是怎么样? 因为最主要就是以现在的规定,实际上你担任政务人员的时候,你的常任官的联制就要结算。 然后到政务官的话,实际上93年当时修法,那么担任政务官的话,实际上你不可以拿退休金了,你是拿离职出经。 这个差别是怎么样? 实际上这完全是两回事。 政务人员的退职不是比较好吗? 政务人员的退职不是比较好吗? 政务人员退职不好,他只是离职出经而已啊,离职出经。 差别是怎么样? 差别就是说,假如说这个比如说转到从,转到政务人员,担任政务人员的人,他原先是在学校,或者在政府,或在其他的国营事业,或军方这些人,他本来就是有工人资格。 他担任政务人员以后,如果联制结算以后,那到时候,如果假如说以后退休以后, 联务人员的退职条件比公务人员的退休条件差吗? 差,差,它实际上就是一年两个基数嘛,按照一年两个,当时投保的金额两个基数算了。 那我们现在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实际上它是两种,一个是你能够成就退休条件的话,你拿一匙金,如果不能够拿成就退休条件的话, 成就退休条件的话,你可以拿月得金。 你们有没有去试算过?有没有试算过? 有没有试算过说这个样子,这个差距多少,让你转过来以后大概要补多少给他? 不是补,而是讲到一个合理的规范。 因为假如说我是在学校教书,合不合理这个当然我们立法院来判断嘛, 但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到底会产生多少的这个国库的支出,有没有试算过? 实际上这应该是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是多少吗? 整个政务人员总共只有六百多个人吗? 整个政务人员的总数只有六百个人而已。 好,那六百个人这个样子大概整个这个影响是多少? 六百个人的话,我们现在可能有一部分,这个我现在没有算,能不能? 总共一千亿不可能。 总共一千亿不可能。 对啊,对啊,一个人一千万嘛。 总共加钱一千万嘛。 我主管师理事长告诉我。 六百个人,一个人大概多了一百多万这样子。 六百个人有些是合不合理的条件。 就是说一千,大概一千万。 合起来。 总共加钱一千万。 一年。 对,一年。 还是一个月。 一年。 一年。 对。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试算表耶。 我想我们事后可以补这个数字。 你应该把这个试算表送过来吧。 对,我跟你们报告,因为最主要,如果一个学校教授,然后他从离开学界转到政府部份的话。 你这个是在哪一个条文里面? 在第九条。 第九条。 第九条。 退补条例,第九条的规定。 因为现在我们是认为啊,你们是要把军公教的联制并到政务人员去啊? 不是,政务人员的,他的联制并站。 政务人员的联制并到公务人员来计算,然后继续啊,就是用公务人员的,什么什么月退啊。 对对对对。 你们大概是要月退啦,大概啦,是不是。 对对对。 我跟李文宝,就如果假设一个教授,他到政府机关来担任政务官,然后他再回到教职的话,如果这个联制不能算的话,这个教授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这个联制实际上,不能回到教职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如果回到教职,那段是断掉的吗? 啊,断掉,但是他回来又接上去啦。 对,现在我们规定才可以接上去。 这是什么人给你们,为了这些人? 因为93年当时修的法嘛。 93年修的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公务人员呢,有关各种的退休金的计划方式。 当时分成两段,常务官要结算,那政务官是离职处境。 对,所以当时在93年,当时这么规定。 可是假说,这个常务官,他团的政务官。 93年那个时候的修正有问题吗? 那现在就对,没有问题啊。 而且那个时候的修正是国民党主张的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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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立法院主张的。 是前林惠君。 前林惠君。 没有啦,国民党党团支持的嘛。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现在要去再把它做一个调整齁。 那个考虑是什么考虑啊? 基本上就是希望你能够赢啦,优秀的人。 什么人给你赢啦,这六百多个人,六百个人给你赢啊。 不不不不。 影响就是这六百个人,然后立法院这边要搞的。 不,影响是。 不,给另外一半,不是影响现在这六百个人。 而是影响到以后要到政府机关来。 以后以后的事情啊,你自己要去干。 你要去担任政务官,你自己就要想好啊,对不对? 对啊。 啊,好处通通要拿,对不对? 要有政治地位,要有社会的这个对你的这种特权。 然后呢,你又要这个好的制度。 哎呀,我跟你说啦,这个样子给人家感觉不太好啦。 不太好了。 你那个试算表拿出来,我们要看国库的损失影响是多少。 好的。 来计算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政务人员法,你们的立法考量是怎么样? 最主要啊,就是说,在我们的文官制度的管理当中啊, 政务官是跟常务官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要独立立法。 对,我们要独立。 我们希望能够对于政务官。 好,那你独立立法里面你知道吗? 你们现在草案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条,有规定啊,什么样的人员叫政务人员啊? 其中包括检查总长。 我们现在拿掉了,当时在上次已经审查过了。 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第一次在贵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当时在委员会有决议,把检查总长就拿掉了。 那监察委员呢? 是啊。 监察委员有没有放进去?有啊。 有有有。 对不对? 检查总长现在还在放在里面啊。 那,好,那现在问题就在, 这些人员你先放在这里面, 然后呢,第21条。 第21条,你看清楚哦,你们写的条文哦。 21条,政务人员有下列各款情势之一者,硬,辞职以示负责。 啊,硬哦。 啊,硬哦。 然后里面啊,还包括什么,这个监督不周的啦,决策错误的啦, 最,最离谱的就是言行重大,瑕疵的啦。 也就是说,引起社会讨论的啦。 啊,有不一样的这个评论意见的啦。 啊,你像王建轩, 那边,那个屁屁说,那个就是会引起大家很大的这个讨论啊。 啊,重大瑕疵啊。 啊,什么作外知识,啊,的这个解释,这个都是啊。 啊,那这个啊,政务人员硬辞职耶。 你这个法律怎么执行啊? 啊,他不辞职的话,你能对他怎么样吗? 检查总长如果,哪个事情没有办好,硬辞职耶。 啊,比如说这次的枪击案如果没有办好的话,硬辞职耶。 啊,监督不周耶。 啊,那你,你,你,你这个怎么执行啊? 我,我,我,我跟,呃,你会报,实际上当时在审查的时候有很多委员对二十一条。 他内容也有,有很多,提出很多建议见。 你这个样子,给我们的感觉啦,给我们的感觉是总统要集权嘛。 这些人员啊,我们关心的都是总统提名的。 啊,那政务,这个行政院里面的政务官啊,虽然说名称上是有,表面上是有行政院长提名,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背后就是总统啊。 啊,啊,那,那这个样子,那这些政务官我看啊,都变成,啊,这个总统要就用不用的话,就,请他走路。 啊,特别是我们关心的像这种有任期保障,他要,他硬辞职耶。 你,你,你这个设计怎么执行啊,你告诉我。啊,如果他不辞职的话,你能怎么样? 不是。叫他硬辞职也不对啦,对不对?所谓的任期保障,啊,怎么可以用硬辞职这个来解决呢? 你说,检察总长,可能啊,会引起国民很大的疑虑,啊,变成总统的,啊,的英权啦。 啊,他排掉了,那监察委员呢? 那监察委员呢? 还曾经啊,政党内部,国民党内部还曾经啊,有一个意见啊,说,叫监察委员不要去,啊,乱找行政院的麻烦,对不对? 那这个样子,不,另外我给你报告,实际上,他很容易耶,决议的时候很多委员,就用什么,你,就是言行,啊,有中大瑕疵,你,依法要硬辞职耶,你知道什么叫硬吗? 我们当时提出所要,希望能够有操作型的定,更明确,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提出,政务人员,我们当初在立法院,政务人员的规范,我们当初在立法院,因为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用政党法,啊,用中立法,政治,行政的这个中立法,来做规范啊。 行政官员,没有错,我们是担心他利用职权,来图一党之施嘛,啊,那你现在,把它进一步变成说,哎,言行上有什么问题,你就要辞职,或说我可以免职啊,怎么样,事实上就造成什么,总统集权嘛。 不会吗?不会。为什么不会,你告诉我。你一脸无疑啊,说怎么会总统集权,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总统不会集权,检察总长,如果你讲话有问题的话,考说一下,你就硬辞职,检察委员也要硬辞职,考试委员要硬辞职,检察院长要硬辞职,司法院长现在,司法院长是不是? 是,司法院长是独立的,排除了,司法官也是排除的,他也是,总统提名,令人同意啊,为什么要排除? 我觉得,据实跟令人报告,我们在这修法,从当没考虑到总统独揽权力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完全是为了替国家建制我,我自己当部长,如果假如我有这个想法,我立刻辞职,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我有这个想法,你就辞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有这个想法,你就辞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有这个想法,你就辞职,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有这个想法,你可以问我底下统认, 第二个,实际上当时在审查的时候,有很多委员提出,希望这个有关,这个有关,定的有关共同条款,就更明确点,你现在希望他硬辞职,他不辞职,你怎么处理? 这实际上我们就说,说什么,你只要告诉我这一点就好,如果说到你的版本通过,他硬辞职,但是他就是不辞职,你怎么办? 而且他有任期保障,你又不能免职,你怎么办? 要具体施政,我们一定要具体施政,具于什么? 你在机制上就会卡在那边,就没有办法运作嘛,而且你这个就变成一个恐吓的一个工具, 哎,你不听话,你不听话,我就是有这个政务,人员法,来来来来管理,来来来控制你,心生恐惧啊,对不对? 这些硬独立行使职权的人会心生恐惧啊,不是吗? 我们为了让立法院在这边,啊,畅所欲言,没有恐惧,所以我们有言论保障啊,我们有任期保障啊,对不对? 那这些独立行使职权,我们为什么法律上,宪法上要给他独立的一个任期保障,你现在又搞这个说,哎,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硬辞职。 这里面就,亲生恐惧啊,你这个是一个统治的一个工具嘛。 这我想不仅是,就是说,因为这里面,留人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所规范的政策错误,一个政务官如果政策错误,如果有具体示真的话,我想政务官,如果这些人,啊,介入政策,啊,什么啦,啊,这些啊,都还是得以啦,啊,你这个得以怎么样, 得以怎么样哦,啊,但是,言行,你看一下你自己的用词嘛,言行有重大瑕疵,啊,影响政府形象,这个完全就是你自己在,在,这个,这个,哪有,哪有一个法律严格的规范,你告诉我。 不是,我想基本上,像比如说,理延迟影响社会,社会会有功论啊,这个,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嘛,这个就是恐怖的地方嘛,你看,你看,这个体委会都不出来。 吞下去这个,吞下去这个,你说,啊,就是,啊,对不对,就造成问题,啊,那类似这种吞下去这种事情啊,是不断耶,不断耶,对不对,所以,我,我,我是觉得你们这个法律,啊,如果这样子立下去的话,就变成一个政治统计的一个工具啦,让,独立行使之前,任其自下的政务人员,失去他的独立性啦,失去他的独立性。 所以我们要兼顾他不介入政争,又要兼顾他能够依法独立行使之权,超出党派之外,恐怕不是你们这种设计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信任,我们不信任由民选的首长来行使这种事情啦,我们不信任,啊,如果说,啊,这边,啊,正要去追究责任的话,应该是要回归到国会,甚至要回归到一个,啊,比较严格的一个程序啊,啊,这些人员就变成一个不适任, 不试任,与否,应该是要回到,这个,啊,国会,同意,的这个机制里面去,而不是交给,这个首长一人啊,来独断啊,否则的话他的,他的任其保障,独立行使之权的精神,完全荡然无存啦,对不对,否定了,对不对啦,我们,只要我跟,跟,另外我们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在,在建这个制度,只是说对这种官,我相信,但是你昨天有没有, 没有,明天会不会有,这个我就不敢确定啦,好,谢谢 啊,好吧,谢谢